近日,61岁的叶倩文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聚会照,并配上3000多字的长文,大谈这一年来的一系列经历。 叶倩文表示,去年萨姆后,她的情绪不太稳定。 当洪导演邀请夫妻俩参加生生不息时,她本来没信心,想让老公林子祥一个人参加,最后她还是被说服了。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她很担心、紧张,但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,夫妻俩得以顺利完成这档节目,还收获了年轻的粉丝。 她非常感谢大家并一一列出帮助过夫妻俩的人。 叶倩文还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,自爆确诊了,高烧两天,剧烈咳嗽。 还好吃药和休息后,身体很快就痊愈了,她现在感觉非常好。 最后,她说过去多年,自己都跟爸爸或妈妈一起过生日,第一次生日父母都不在了,感觉自己一岁了。 她受到很多祝福和问候,很感激,谢谢大家的关爱。 曝光的生日派对照中,除了叶倩文外,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出镜,包括她的老公林子祥, 季子林德信,朱玲玲夫妇,黎乐施等,众人齐聚一堂,场面非常热闹。 派对的举办地应该是某高级酒店,大家为叶倩文准备了一个汉堡可乐薯条形状的蛋糕,让她开心不已,每一张照片都笑到何不容嘴。 同性未敏的她,还跟闺蜜黎乐施一起对着蛋糕张大嘴巴,做出逗趣的表情可爱极了。 身为兽星的叶倩文,打扮大方得体,只见她穿着蓝色花纹上衣出镜,耳朵上戴着自己最爱的珍珠耳饰,看起来很是优雅。 她的皮肤仍精致有光泽,脸色红润,精神奕奕,状态相当好。 老公林子祥衣着一如既往的朴素,74岁的她,皱纹很是明显,即便叶倩文满脱白发,仍能看出两人有很大的年龄差。 虽然差了很多年,但夫妻俩没有什么代沟,结婚多年关系都很好,两人一起握着刀切蛋糕表现甜蜜,林子祥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德信也露面了, 她穿着黑色西装满嘴胡杂,造型男人味十足。 尽管她不是叶倩文生的,但她跟继母感情一直很好,平日里像朋友一样相处,每年叶倩文过生日,她都会为对方庆祝并送上礼物。 这次继母生日,她还带上了女朋友,穿橙色无袖衫的小姐姐便是她的女友,女友长得不算太惊艳,但气质很出众,相信林子祥夫妇都很满意这位准儿媳。 叶倩文另一位闺蜜朱玲玲,则携富豪老公罗康瑞现身。 罗康瑞搂着妻子,并把头靠在妻子的肩膀上大秀恩爱,羡慕死不少单身人士。 日前,香港知名音乐人林子祥带着妻子叶倩文一起同框出镜,两人身着朴素,一起为疫情期间辛苦工作的防护人员发声道谢。 林子祥拿着话筒,只是做了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,便直切正题,只见她将手中的话筒朝向妻子叶倩文续说。 只见叶倩文对着镜头讲道,你,我,大家都要注意保护好身体,这样我们就不会给那些辛苦的医务人员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 他们家里也有需要照顾的家人,但依旧还是跑在奋断的第一线,去照顾所有的网民,每日都非常辛苦的劳作,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,很感谢你们。 从这段录制的VCR来看,林子祥的皮肤还是那么的幽黑,头发半白,声音虽然沙哑,但气力还是很足,面色不错,同以前的样子对比起来差别不是很大。 而反观叶倩文这篇,同样顶着半白的头发,她同以前的样子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,再加上身形销售的原因,导致镜头前的她锁骨尤其突出。 很多网友也在评论区底下点出这一点,他们纷纷不相信,曾经的女神已经变化得快认不出来了。 岁月果真是一把杀猪刀。 一些人直言,要是叶倩文愿意将自己的头发染成全黑的话,起码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年轻十岁。 因为叶倩文脸上的皮肤还很紧致,也有光泽,明显被花白的头发阻挡了自己的颜值。 实际上,叶倩文今年已经六十岁了,不如花甲之年的她,即便平时再怎么注重美丽,也难以抵挡住岁月的蹉跎。 很多人还记得叶倩文年轻时的样子,那是妥妥的女神。 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,她拥有诸如《潇洒走一回》等代表性作品,其巅峰的时候可谓红紧一时。 然而就在叶倩文视野红红火火的时候,感情上却陷入了不少争议。 在她喜欢上林子祥之前,林子祥其实已经是已婚人士了。 其妻子为台湾的一名知名音乐制作人吴正元。 但后来,林子祥在与叶倩文逐渐日久生情之后,便分手了正妻吴正元,导致叶倩文被人骂为第三者。 当时面对汹涌的舆论环境,林子祥和叶倩文还是坚持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此时,距离林子祥同吴正元分手,才只过了一年而已。 婚后,两人的生活似乎过得很稳定,虽然爆发过大的矛盾,甚至一度有了分手的传言。 但好在他们两人都成功处理了这些危机,使得婚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。 有人说,叶倩文坚持选择同当时已婚的林子祥在一起,是在用青春赌明天,用真情换此生。 而且,从目前来看,还真的被他给成功赌出来了。 唯一有遗憾的只是没有能留下一儿半女。 不管怎样,如今的林子祥和叶倩文过得比较幸福安稳。 感情上的纠纷还得由时间来证明一切,希望他们两人能够顺利地携手共度余生,一向世人证明当时没有选错彼此。 出生于1961年的叶倩文,曾被誉为是歌坛最美天后,早年与梅艳芳、王妃、林一连等人齐名,风光无限。 不过昔日的女神也难逃岁月的洗礼,如今已经58岁的她,早已不负当年的风采。 近期,叶倩文罕见在个人社交平台开启了出镜,与粉丝分享自己的近况。 只见她身穿一件白色低领T恤出镜,头上戴着一顶压神帽,一身打扮很是低调。 虽然只露出了上半身,但也不难看出叶倩文身材管理依旧很好,丝毫没有发福迹象。 不过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灯光的原因,叶倩文的皮肤看上去十分幽黑。 对比下来,她身上的耳环和项链这些配饰显得格外闪耀。 当她笑起来的时候,额头上的抬头纹十分明显,五官也不如以前那般精致。 在出镜的最后,叶倩文十分宠粉地为大家演唱了《只因为爱》和《蓝天》两首歌曲。 在设备十分糟糕的前提下,她的歌声依旧动听,惹得听众纷纷讨醉,都在评论区给她留言表白。 不过,细心的网友也发现,即使到了出镜的尾声,观看叶倩文出镜的也才六百多人,而叶倩文此次出镜还事先发布过预告。 这样看起来,她如今的近况显得无比冷情。 要知道,叶倩文本人开过多场个人演唱会,刘德华、郑秀文的演唱会都会邀请她上场当过助演嘉宾,人气和实力可见一斑。 在对比如今寥寥无几的观众,难免让人唏嘘。 但是叶倩文并没有因为观众少而影响心情,她在期间还与粉丝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生活。 据她透露,她的老公林子祥如今还用着两剂手机,她也借此呼吁大家要勤俭节约,可谓是正能量满满。 据了解,叶倩文与林子祥两人相差了足足14岁,他们于1982年在吴正元的介绍下相识,而吴正元正是林子祥的原配。 后来,林子祥与原配分手,在1997年开始了与叶倩文长相私守的生活,至今已走过了23年。 两人的相爱从开始都不被看好,到如今却也成为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。 渐渐那出荧幕的两人将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。 虽然一直未曾生育,但是叶倩文对老公和前妻的儿子势如己出,一家人十分和睦。 如今,那一代天王歌后已经渐渐退隐,我们只能从灵性的新闻中得知他们的消息。 此次叶倩文近况曝光,时尚已大不如前,观众数量也寥寥无几。 不得不感慨一句,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,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 不过好在叶倩文如今的家庭十分幸福,与林子祥也依旧恩爱如初,相信这也是最好的结局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